三位室友的故事 灰暗版 阿尼尔 迈克和维基 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一起合租了市中心的一间公寓 这栋楼房是七十年代建的 有种特殊的美丽 但是漏风并且很冷 房东改进了部分设施 比如新装了蓄弱供暖器 但做的也都只是政府提供了奖励的事情 房东最近一次的改进 是在所有他出租的公寓里 都安装了感应控制灯 迈克觉得这样挺好 因为他看到别人没关灯时 总觉得闹心 但是他和阿尼尔两个 很快就被这个系统弄烦了 在走廊上新装的感应器 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不太上心 有一半的时间都不管用 更糟糕的是 就算管用 也大多是维基半夜下班回来的时候 维基是医科学生 经常在非正常工作时间轮班 他之前一直很为室友着想 夜归的时候轻手轻脚 只有在必要时才会开灯 但是因为这个新的灯光系统 灯打开后就会亮一段时间 而且会照到其他人的房间里 让他们无法入睡 没过多久 迈克拆下了走廊里所有的电灯泡 现在他们就靠在黑暗里 摸索勉强对付 只用各自房间里的灯 基于这个新系统 也许能为他们省钱 迈克认为有希望将电费 控制在与供电商协商好的 新的能源计划内 因为之前的几次电费账单都太高 谁都承担不起 于是他们决定把之前的能源计划 换成了省电计划 新计划将用电量分成了几个档次 一旦用量上升到高的那一档 每单位的费用就会随之增加 但是只要维持现在的用电水平 就能为他们省钱 迈克还开始更加注意 防冬庄的能源监测器 并把它从水壶后面 搬到更加明显的地方 餐桌上 这个能源监测器 可以帮助他们知道 每个房间的用电量 迈克一直在检查用电量 但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周四下午 他回家后 却吃惊地发现显示器发出红光 这意识着这个月的限额就要用光了 但这个月还剩四天 他立马就生气了 是的 如果你好奇的话 迈克生气就是这个样子 于是他翻开显示器的历史记录 想查出到底是谁的责任 不难看出是维基 他握手的用电量 几乎是迈克和阿尼尔每个人用的两倍 迈克找到维基 抱怨说 他们这个月剩下的几天都要非常省电 要不然电费会超贵 维基觉得很抱歉 给美人买了一份外卖作为补偿 这样一来也省了做饭要用的电 接下来的四天 他特别小心 但就算把暖气关了 仍然超值 收到电费账单 数额很高 阿尼尔和迈克生气了好几天 维基决定调查电费高的原因 下载了和能源显示器配套的手机应用程序 很快就发现 即使关掉自己房里所有的电器 似乎也对公寓里的能源使用 没有什么影响 维基以为 这个应用程序也许不管用 但和其他两个人一起研究 才发现 能源显示器上的房间被标错了 用电大的不是维基的房间 而是迈克的 迈克在写博士论文 在家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 白天用电很多 把大部分的能源预算都用掉了 迈克虽然道了歉 但是彼此间还是争吵不断 暖气虽然又打开了 公寓里的气氛却冰冷无比 暖气虽然未经许可,一切可,一切可,一切 再与建计安装 请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